如果今天來講話是我的演講 我一年大概會講個六場 今年來講話是特別的多而已 就是已經十來場 我如果一次演講 像今天來講一百來位 如果真正能夠感動到十位 你聽到我的演講 覺得有些頓年來講話是阿森的無心 那你就有可能 在你這一輩子來講話是 真正的再去感動另外一個十 另外十個人 那十的二次方是一百 各位如果說經過十個輪迴的話 是十的十次方是多少一百億 很怕人哦很怕人哦 那全世界的人口多少 七十幾億而已啊 所以呢我認為說 人要挽救人類的一些命運哦 不是很難 只要有真正我們有一些作為呢 讓大家能夠去感動到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來講話 這個善的力量就會擴散的很快 剛開始會比較慢一點 那像現在來講話是成大校友會的這個 這個面有信箱 在二十五年前 我跟王建軒還有幾位學長 剛開始在創辦的時候 我們好不容易蒐集了 我動用國小的同仁 然後蒐集大概是有一千五百多筆 一千五百多筆 所以現在來講話是已經達到一萬筆 就是畢業的校友這樣子 那 當有分享性 或者是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到成大校會成大校會任何 然後在短期出去的時候 很快的就有將近一萬人 那這些人來講的話是在課行各業 就跟各位 畢業的哪一個學校 你們的校友來講的話 是到這種年紀也多 我有相當豐富的這個經歷了 那種那種影響力非常的大 那今年年初呢 那我花比較多的力氣 在規劃什麼 規劃一個長壽社區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 非常的快 以至於好多問題就開始產生了 像最近的這個老保 或者軍公教的這個 退府的這一些 都開始出現問題了 那還有更大條的 人上個年紀以後來講的話是 子女效不孝順 這個是一個社會教育 社會教化的這樣的一個環節 我們發現也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呢 年紀大的人來講的話是 就是你夫妻 除非發生意外 反正的話是 都會有一個人先走掉 不管走的是先生 或者走的是太太 會剩下孤單的一個人 那他的日子要怎麼過 想到這些問題來講的話是 我就有一個很單純的一個想法 如果能夠找到地方政府 或中央政府願意拖出一塊地 或者是用很便宜的價格 用租的也好 用賣的也好 然後規劃 我們就蓋平房 然後不需要大 因為大家年紀大了 行動很不方便 然後是 興趣很接近的 你喜歡藝術的 就在那個藝術小區 或你喜歡那個運動的 就在一個運動小區 你喜歡這樣的 那 大家的晚年喔 不會過得那麼的無聊 不會覺得說你退休以後來講的話 好像變成社會的迷從 那還可以經過這些來講的話是 你有什麼樣的這種人生的這個月曆呢 大家凝聚起來 還可以辦一些傳承 傳承的課程 那因為大家的反應很好 所以我就很努力了 我也在上播 就是看哪個地方可以去找到 這些 那正好去年的時候是 台南是南區區公首 也是蔡學長的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提供這樣一個資源 他的區長 我們有送了八台的電腦 他印象就很深刻啊 那隔了幾個月他發現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每天也都在看我什麼養性啊 也會跟我回應啊 那就是說 他說我外甲的這個區域來講是有地很棒 你要不要過來看 我就過去看了啊 確實是很好 大概有八角的土地 他取得了稱本 他說你可以怎麼辦 怎麼辦就跟我講 啊 可是呢 鳳橋的後面來講話是有幾次驗大水 我還專程從台北往下去看有沒有驗到 有 我驗到 那他也跟我講說說 那這個來講這也不適合啊 我們行動不方便的時候還要還要逃 那個水盤 那也很傷腦筋的啊 因為我本來就是站好了 從那邊來講 他是開車20分鐘就到這個 這區域是安慕坪的這個黑宮 這個沙卡尼巴那邊的這個水泥泥 這個是然後要到陳大醫院來講話是半個小時 通通都跑過了 覺得說很好 那後來他們又建議說 很期待其美博物啊 新蓋的那個旁邊 又一塊地也不錯啊 台糖的可以去談 我又跑過去啊 那偏偏呢 他就在那個溪的旁邊 诶 平常沒有水哦 坐水塞的時候 我又開車子去看說 我也是陰地啊 好 那我在想說說 那個機緣是未到 因為現在來講 每一個人要買 我到時候是我講好了 就是說要去蓋那些房子來講是 各位哦 就心裡有準備 我只賺每一個人 20% 就是建造成本土地上 加20% 這%是做什麼 是公共的基金啊 要去維護啊 所以一定是很便宜的啦 各位一定買得起啊 但是問題就是說 要找一塊很安全的這個地 又能夠接近 接近醫院的 很不容易啊 不過想想說 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子就放棄啊 所以呢 就趁著目前來講 我們既轉既新啊 就把它設立一個虛擬的長壽社區 各位現在住的 也許有人住豪宅啊 這個一路就是一兩一的啊 也許你住的來講 最起碼來講也有一兩千萬啦 那個你都不需要再花錢去買 你就住在你家裡嘛 現在 大家都還能夠 兩次講的都能夠活動嘛 那葉老師 葉子慧老師這邊在搬一個導覽的時候 你都還可以跑過來 我們就是培養更好的興趣 有共同的理念 我們市場很接近 我們有心來貢獻 跟人家分享 這樣子很好的理念 這樣很好的人 很nice的人 我們透過網路 你才住你自己的家最舒服嘛 也許五年後也許十年後 時機成熟 我們之間的一個好朋友 他當總統的話 他說不定就大化直悲心啦 各縣市來講的話 是不是就撥土地啊 因為這樣本來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是激活拿來 就是用沒錢的做法 在那邊嘗試 有沒有機會 覺得有機會 你看像我來講的話 這是本來跟捷運完全無關的 為什麼 都會被assign來組這個顧問 然後找到真正的專家 來做 那如果說是我們 真的有來遞 然後來規劃進行的時候 各位 我們的這個建築師 就是有曹建築師 因為那裡面到時候是有各式不同的機能的 也有潘建築師 他們都是很有名的啊 他們也都很樂意的知道說我們在做的是什麼 是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可以為這個社會來講 為我們所有的人 因為你一定會老去 可是你老去的這個過程來講 他是心甘情願很開心的這麼老去呢 還是郁郁寡歡 然後被迫 被迫離開這個人間 那我們就選擇 可以選擇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好 那每一次轉記信 各位在上面來講 是寫我的這個感想 很棒的是 大家看到以後來講 你們也有不錯的感想 也有回應啊 這個回應來講 我也會回應給大家 這樣 各位看到 我們這邊有個師父 四中娘 我們去年年底的時候 這個志工大會呢 他到的時候我嚇一跳 因為四中娘我以為是底丘 沒想到是底丘女 他念宗教社民研究所 他也跟大家分享了 不錯的這樣一個分享心 裡面來講的話 也有基督教教義的 也有宗教教義的 而不是說說說說 只是這個佛教方面的 無力是風險園區裡面的 這些志工們來講 各種黨派都有 但是呢 我們都能夠很快樂的聚在一起 然後做 做大家共同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不同宗教信仰的也是一樣 大家在這邊來講 是互相尊重 互相學 彼此缺席 那 長壽社區 顧名思義就是希望大家 活得健康 活得 長久 那 前兩天有一個分享信 分享信來講的話 就看裡面有去提到 提到說 說日本人 就是大型研衣 他來講 日本人很不足 他們來講他審判警用 很多人來講話是 努力到最後要處下一口氣的時候 來講話是檢查一下 還有多少遺產 居然平均說還有信貸幣千多萬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好笨啊 我 如果 再知道來講 還有剩下那麼多的話 那 我就少在幾年前 我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去玩啊 或者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可是我想到的是說 要是呢 你是很高興的這麼過生活 不過最後來講 他是很健康很長的時候 花錢花光我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來講的話是 其實這兩種人都很好啊 都很開心啊 值得啊 怎麼辦 怎麼辦啊 還有要分享延續 大家互相可以幫忙啊 就是 以前花光我以後來講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是好朋友啊 來來來來 這個是示範的時候一起示範啊 要去玩的時候 是遊覽車多一個位置啊 還是過得很好啊 那今天 各位回去會說到 這個分享件是我們華人 最近出爐的這個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莫言 他的字數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比高興建有趣的地方 高興建十年前得到的時候 是 我去買了他的很多書在看啊 這坦都是零肉方面的事情啊 莫言來講的話是 是都跟吃的有關啊 那你看他的字數來講的話 他就講了 因為他生長的那個時空呢 是一個很窮的 大陸正好是 共產黨掌權喔 這是 亂搞 都是弄一個很偉大的一個目標 然後 青山多成搞得 搞得他們來講的話是 那鄉村呢 是窮到 他說 他小的時候來講的話是 他們全村的呢 把 我本來以為是 我們台灣 國民黨在做宣傳耶 說打五黃包很可憐啊 吃樹皮啊 吃樹坑啊 欸真的耶 他說他們的村子裡面 兩年之內來講的話 是樹葉、樹根、樹皮 全部都被吃光了 然後是 有一車的這個 載了那個煤炭 不是木炭喔 煤炭像石頭一樣 亮晶晶的 那 吊 吊在露露上 一堆 他們小孩子呢 風有餓 就拿來就開始吃啊 吃得津津有味啊 因為他們不喜歡 那什麼東西啊 肚子就是餓啊 他們就找東西 就是盡量 能夠 能夠活 是最重要啊 都是吃不飽啊 那像這樣他 喜歡 他有一個特性 他喜歡講話 那他講話的時候 他講話是 是開始上學了 學校的老師就跟他爸爸媽媽媽 叫他們到學校去 這個孩子嗎 上課都是老師在講話 下課也在講話 然後是 爸爸媽媽媽媽就想說 糟糕 他講話 講不得體的話 是會被檢舉 全家都會被操葬 所以人就讓他休學 讓他去放鳥 他裡面製作在講 講說 啊 我只好跟牛講話 可是牛子吃草不理我啊 那我就躺啊 躺在草 草地上 我就對著 對著語音在講話 啊 是 後來有聽到人講講說 當作家 他一天可以吃三噸的水餃 然後水餃裡面都有灰漬漬的這個灰漬 他一直流口水 所以他很小的 當作家 他問什麼當作家 就要看書啊 他家裡當然沒有書啊 他們全村也只有十二本書啊 他想說 這十二本書 我看完了 我一定可以當作家 但是書呢很難啊 他碰到的第一個就是走到一個大地主 那一本書來講話是 那大地主跟他講 你來幫我磨麵粉 磨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看兩個小時了 那磨的時候 那個就在那邊看了 然後大地主會派他的女兒在監視他 他說這個女兒來講好像是很糟糕 他才磨個這個一個多小時 他就跟他講說 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然後書就把他收回去 下一次再來 他就說 從他家附近那個性之果 性子 有點像禮子一樣 摘了每一次都會貴露 這樣的話他可以磨得比較久來看 他用了兩個時間把這十二本書看完以後 他覺得說全世界是這十二本書 他開始寫作了 這個是他的這樣的一個生長過程 各位可以去看 那麼古的一個環境 都可以那樣的上來 然後是 我們分享音當中 各位也應該已經看過了 前幾天 吳念真 吳念真那個來講話是 他提了三個注釋 一個佐賀阿嬤 然後呢 一個是義大利的 一個單車的這個故事 這兩個國家 日本跟義大利呢 當時都是戰敗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民間人民來講 哇很苦很苦 那義大利的這一部分來講 很簡單的這個講 很窮的一個家庭 這個太太很了不得 把家裡的棉被呢 就當 點當了 那去當庫的時候 發現當庫裡面充滿了棉被 因為每個家庭都在點當 換那個錢 然後他們要換那個錢 來講話是 他就去買一輛新的腳踏車 希望他老公騎著腳踏車 跑到比較有的地方 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結果呢 他這個老公來講的話是 一不小心 新的腳踏車就被人家拖了 他很難過啊 就是全家繼續找 都找不到 然後 他這個爸爸來講 他就覺得很混恨 那要牙、以牙、翻牙的報復 他整個報復來講的話 他的兒子一直哭 叫他不要 不要做這種報復 他去拖 拖別人的腳踏車 可是拖的時候 在講話 會被人家發現被人家打 打得很慘 這個是 這是義大利的畫面 然後是 吳念珍來講話 講他 他父親是礦工 他母親在礦產裡面去敲石頭 我就把宿舖打碎 有一次呢 他父親來講話是 礦工有 有貪 貪幫 腳被壓斷 然後住院 住院的時候 住了好幾天 然後 他聽到他爸爸 長探 他說 上天 沒有天理 他一直在叫這個 可是吳念珍又寫著 他的母親 一直任命在那邊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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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母親來講話是講的 是說 我們 我們一定要 讓上天看到我們在笑 那種 然後吳念珍又 他又 又講說 他最近在做什麼 做 做全省的一些 一些族群的這種 這種生活 紀錄 他講話編劇 他到鄉下去來講 看到一些阿嬤 在田裡面 這都是七八十歲 還在那邊坐 他跟他講 你們都死他了 我說在那裡不可以 在那裡不可以 在那裡不可以 那大手腳 他在做什麼 他在叫政府 他就想想說說 哇 然後 又 這是兩年前的事情 他 看到的這個 左賀阿嬤的這個 這個書 他在看女婢 他發現 左賀阿嬤的更厲害 他不浪費走路的這個 這個 這個機會 他把一個私鐵 就綁在腰裡 他去做什麼事情 他講後面 一堆破桶爛貼 就吸了 回到家就放了 很快的就一桶 那就可以去換錢了 他住在這個西的旁邊 他這個西那邊來講 是用一個 一根竹竹 在那上面 那竹竹 竹竹 然後是 上游飄下來的菜葉 就會卡在那裡 他就說 這個是上天 是給我們的超級市場 那去撿那個菜葉 然後是 這個是 有一些來講 有一次就是 一個 木雞飄來 那這個小孩子撿到 你就要跟他阿嬤講 喂 也有這個木雞啊 另外一隻不曉得 該怎麼去找他 這個阿嬤就跟他講 再隔幾天 你就會 你就會找到 那隔幾天 真的另外一隻過來了 他問阿嬤說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阿嬤就跟他講 當你丟掉一個木雞的時候呢 你會捨不得另外一個啊 可是呢 幾天以後你想通 這個也不能摻啊 就乾脆把他丟到心裡面去 丟到喝裡面去啊 所以你就會撿得到啊 那 總之呢 總後來阿嬤就說 他更厲害 他就是 有辦法讓上天 上天笑 所以他得到一個結論來講 那是 男人齁 摸不三小六圓啊 都是心很大 要改革現狀要幹嘛 可是都出這支嘴 好 那真正呢 那因為那樣子的話 他裡面就寫了 為什麼會發生 阿嬤事件 因為很多精英呢 就要 因為要主張正義啊 那個嘴巴這麼講的話 是得罪的當道 就 就被滅掉了 滅掉的話 他的子女是誰在有 偉大的女性啊 其實 到現在大家都還叫不出他們的名字 可是他們就把 就把這種辛苦的這些孤文管理 來講 這個是這樣子養葬 所以 他衍生出來就是說 人 從過去到現在來講的話 是 男人可能 很容易就 打殺就死了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生命的延續 都是偉大的 默默的 這些靈性 在維持著 好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啟發的 好 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